在美也留不住老公的六位女明星 你最喜欢谁 第一位 佟丽娅 佟丽娅在2011年拍摄电影《北京爱情故事》时和陈思成相识 随后二人开始交往 并很快进入了婚姻殿堂 不想结婚三年后的2017年 有媒体拍到陈思成与其他女子在酒店过夜 当时恰逢佟丽娅正在哺乳期 最终佟丽娅在2021年5月20日官宣离婚 第二位 张雨琪 2010年张雨琪因出演电视剧《白鹿园》而结识了导演 王全安 随后王全安甩掉女友跟张雨琪结婚 不想婚后没多长时间 王全安因为嫖娼被抓 2015年7月2日 张雨琪在某社交平台发文官宣离婚 第三位 杨幂 杨幂2014年和刘凯威在巴厘岛奉女成婚 当时杨幂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星 不过二人结婚后没两年 卓伟就爆出了著名的夜光剧本事件 直接导致二人感情出现裂痕 最终2018年12月22日 杨幂发表声明 和刘凯威正式离婚 第四位 董璇 2009年董璇在某电视台七夕网会上 结识了高云祥 随后两人开始交往 2011年二人在北京举行婚礼 不过2018年 高云祥就卷入了一起性侵事件 并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 直到2019年 有媒体爆出二人已经离婚 第五位 马依丽 马依丽和文章2005年相识 三年后二人携手哺乳婚姻殿堂 在马依丽帮助下 文章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 后来名气越来越大 不过2011年 因为在电视剧《卢婚时代》中 和姚迪阴系生情 直至酿下了大错 最终2014年 马依丽在某社交平台发文称 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按时二人已经离婚 第六位 周慧敏 周慧敏和倪震感情上分分合合 相恋了十年才正式结婚 可出身书香门第的倪震 却是个情长浪子 她不仅和多位美女传出绯闻 还被媒体拍到在夜店机委托欢 不过周慧敏却一直隐缘 虽然媒体爆出过二人离婚的消息 却一直没有得到本人的正面回应 在美也留不住老公的六位女明星 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